建国科技大学书生在这次参加 立空一起印尼国际青少年发明竞赛当中 帝到四斤、一斤、一斤、四的 特别众的好生意 其中以利用压上变成的计划 是现街起人制裁为止功能 帝到金牌状、特别状 还有台会座和四个状 三大种行非常不简单 在有准备书生团队认识之下 这街起人会有好种 所有万种的热水感化为39种 而且经过的云生料 也是保佑它的变色度 最后让他们成功完成水彩为功能 这个水彩化机器人它的特点在说 我们用一个特殊的工法 叫做色彩简化的一个工法 把所有的几万种的色彩简化成39种 然后在39种在绘画的过程当中 又不失它的一个辨识度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们的水彩化的机器人 它的目的是希望说 藉由水彩化机器人的一个呈现 让小朋友对于水彩化这个方面的 一个绘画的产生兴趣 然后同时我们让街头的画家 在画一张水彩画的时候 或是比如讲那个 毕卡索的画好了 那种画我们就可以让它可以说 可以一个小时变成30分钟 或是两个小时变成一个小时这样子 然后缩短它的时间 这样的话它在街头上面的一个画 画的时候就不会太累 那也可以增加它的收入 但主要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让小朋友提取他的兴趣 好像大家都很高兴 如果你有这么多转都有仅仅 就关于影像辨识的部分 那如果遇到不明白的地方的话 基本上都会找老师来做讨论 那去网路上找一些相关的文献来做测试实验 那经过这样反复的测试 那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这一次得奖觉得非常开心 那平常的努力还有花费的时间 那今天都有得到回报那觉得很值得 除了是行家起人为之一菜之外 不准给苏星的发团队 也会发出很多作品 并且在到都中的中央 从分点显出团队的隔练 新中华新闻创中亲中华财方报道